在过去数十年中 量子力学提出的一系列非直觉性预测 不断挑战着我们对物理实在的基本理解 这些预测在实验中屡屡被验证 尤其是在探讨如光子等基本粒子的行为时 显得尤为不可思议 例如粒子竟能同时存在于多条路径上 或在未被观测前无名 却未知与动量 这些现象不仅引发理论物理学家的深入讨论 也逐渐影响着我们对因果律与现实本质的哲学认知 其中一种最引人注目且争议极大的理论诠释 是所谓的多重世界诠释 该理论由艾弗雷特于1950年代首次提出 其核心主张是 每一个量子事件的所有可能结果 并非随机选择其中之一 而是全部发生 分别展现在彼此独立存在的平行宇宙中 这一观点彻底抛弃了传统的波函数 坍缩概念 改以宇宙分析的方式来保留物理决定论的完整性 然而来自日本广岛大学的研究团队近期提出了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实验结果 为上述全市提供了全然不同的视角 该实验试图在单一宇宙架构下 证明光子的叠加行为并不需要借助多个平行实境 也能展现出非经典的复杂干涉现象 研究团队利用经过高度优化的先进干涉仪系统 发现光子似乎能在单一实体宇宙中 同时传播于多条空间路径 并表现出明显的叠加性 更关键的是 这种行为并非恒定 而是受到观测条件与测量方式的直接影响 显示测量不仅皆是实况 也改变了粒子的行为边界 如果这一结果能在其他实验中重复并验证 它将可能彻底改变我们对量子实在的基本理解 量子态不再是统计上的可能分布 而是一种具有可测行为的结构 且这些行为或许可以完全在单一宇宙中 被观察与解释 无需假设宇宙不断分裂为无数个版本 在本期影片中 我们将深入剖析这项广岛实验的设计原理与关键发现 探索其对量子理论架构的潜在影响 并检视它如何动摇多重世界诠释的根机 透过解析干涉与极化行为的实验细节 我们将一同重新思考量子世界的真实面貌 自20世纪初以来 双逢实验一直是介绍量子力学与经典物理分歧的代表性范例 它不仅改写了我们对微观粒子行为的预期 也成为评估各种量子权是可行性的重要依据 当单一光子在未受观测的情况下被发射至一组开放侠缝 最终在屏幕上显示出的却不是例子穿越两条路径留下的痕迹 而是波动性质所产生的干涉图样 这代表光子在某种意义上同时通过了两条路径 而且其干涉行为类似经典波动在空间中重叠与消长的模式 一旦在双逢装置中加入侦测机制 用以确定光子穿越哪一条路径 先前的干涉图样便随之消失 光子的行为转变为典型的粒子行为 显示它选择了一条确定的通道 这个转变凸显了量子测量对粒子状态具有决定性影响 而非仅仅是被动观察 这种玻璃二向性的并存性 是量子叠加概念的核心所在 在未测量前 一个粒子如同处于一个多重可能性的云状态之中 没有单一确定值 只有当观测行为发生时 这些可能性才会坍缩为一个具体结果 而是哪一个结果 则取决于测量本身 这种以观测为核心的物理行为挑战了传统实在论 引发了数十年来 关于观察者是否创造现实的哲学辩论 由于观测与存在本身被绑定在一起 学界对此出现了多种诠释路径 各自强调不同的本体论或认识论立场 在所有诠释中 最具主流地位的当属哥本哈根诠释 这个观点认为 波函数是对粒子所有潜在状态的全面数学描述 但并不直接对应于一种真实存在的物理实体 根据这个诠释 现实世界的性质不是客观恒定的 而是在被观察时才凝固为一种特定状态 这意味着观测行为本身并非旁观 而是参与了现实的生成 与哥本哈根诠释相对立的是多重世界诠释 该理论致力于保留量子力学的决定论本质 声称每个可能的结果都实际发生 但各自分布于不同的平行 如此一来 波函数不需要坍缩 而是持续以数学形式演化 只是观测者意识会在宇宙分裂后 对应到其中一个结果 在这种诠释下 所谓的测量并非对一个结果的选择 而是导致宇宙沿着每个可能路径分裂的瞬间 每当发生量子分歧时 宇宙便普遍而无声地复制 分岔位无数版本 每个版本中都真实地实现了一个不同的结果 我们仅是其中之一 虽然多重世界诠释避免了波函数坍缩 带来的非决定性问题 其数学结构也相对纯粹 但它需要我们接受一个难以实证的宇宙图景 极有无限多个宇宙彼此并存 我们无法观测这些平行视镜 也无法与它们互动 这使得该理论背负沉重的形上学 假设而备受争议 核心问题在于 虽然多重世界可在理论上与现有数学框架兼容 但它预设的无数替代现实 无法被直接验证或间接观察 这些分支宇宙对我们而言永远封闭 因此其真实性在经验主义科学的框架中 无法被验证 使得其科学地位备受质疑 尽管包括哥本哈根多重世界 以及其他权势在内的理论 在可观测预测上大多相同 因此无法实验上区分 但多重世界依然以其逻辑 自洽性与数学连贯性 赢得一部分学者的青睐 它提供了一种极端但不矛盾的方式 来处理量子测量问题 虽然这种方式牺牲了可观测性 进入21世纪以来 实验技术的突破 使得物理学家得以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观测 并操控微观量子系统 我们如今不仅能探测单一光子的轨迹 还能介入其演化过程 对其不函数进行部分测量甚至修正 这位验证不同全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借由如若测量 Weak measurement与量子非破坏性读取 Quantum Non-Demolition Readout等新兴技术 研究人员能够在不迫使粒子状态 在坍缩的情况下 获得其部分行为资讯 这类技术允许对量子系统的中间状态进行轻触式观测 是揭示量子行为本质的重要工具 包括若测量量子反馈回路以及高精度干涉仪等方法 正在改变我们理解量子测量过程的方式 这些技术使我们能够在粒子被准备与最终检测之间的过程中 精细解析 其演化与反应模式 而这正是多重式 借诠释与山宇宙界是分歧之处 实验数据开始让我们能问 是否真需要诉诸平行宇宙 还是单一宇宙内就可充分解释观测结果 广岛大学的实验团队正是基于这些尖端技术 设计出一项创新实验 试图在无需借助多重世界假设的前提下 直接检验叠加态的空间性质 他们将目标集中于光子的路径分布与极化行为之间的关联 进一步阐明例子 如何在单一宇宙中展现非经典行为 在实验设计中 研究人员使用具有垂直偏振的光子 将其倒入一个双路 净干涉一架 够 两条路径分别安装了不同方向设定的半波片 这些光学元件会对光子的极化方向产生微小但可测的旋转 使得光子的偏振态能够记录其行经路径资讯 关键在于 两个半波片分别将光子的偏振旋转相反的角度 一个顺时针另一个逆时针 当光子在两条路径之间以叠加态形式存在时 这两种旋转将会互相干涉 相互抵消 进而反映在光子最终的极化结果上 这种设定确保任何可测量的极化翻转都取决于光子在两条路径之间的分布方式 这个设计的关键是测量光子干涉后翻转至水平极化的速率 如果光子完全沿着一条路径行进 则极化翻转机率遵循以致极限 然而如果光子飞局欲化 分布在两条路径上 则相反旋转的影响将会抵消 从而减少或消除极化翻转 翻转率可以作为量化光子空间存在的指标 实验结果显示 当光子处于具有明显干涉的状态时 齐极化翻转率明显降低 甚至几近未灵 这表示光子在两条路径上的存在几率近乎对称 旋转效应几乎完全互相抵消 这是经典粒子所无法达成的行为 这一现象被研究团队称为超定位或超级预化 低级光子表现出同时出现在多条路径上的能力 其行为结果甚至比单一路径中出现的情形更 这种行为挑战了我们对粒子局部性与位置的基本理解 这些结果是使用从极化翻转几率得出的变数A2A平方来量化的 小于1的指表是离遇化 而大于1的指表是超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 在低几率输出端口中 A2A平方值高达50 这表明光子的极化响应超出了单纯定位所预期的水平 数据不仅显示光子可以离遇 而且其行为还会根据检测时的干扰条件而发生巨大变化 这个方法避免了任何会破坏干扰的直接路径测量 相反 它允许研究人员根据微妙的非破坏性的相互作用推断光子的行为 它提供了基于物理结果的离遇化的操作定义 而无需推测性解释或不可观察的平行现实 这个研究结果不仅仅是验证了一种新颖的实验技术 它们挑战了关于测量的作用和量子理论的结构的根深蒂固的假设 最引人注目的结论之一是光子行为的环境依赖性 离遇化并不是源头编码的静态特征 它是基于相移和检测端口而出现的 这对经典因果关系提出了挑战 表明未来的测量条件可以影响粒子的过去 这个想法与延时选择量子擦除器 以及其他至于量子系统中 事件线性流动的实验相呼应 在这里 光子的内部状态只有在测量时才会被定义 并以反映整个实验设定包括其结果的方式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 这与将量子态视为关系或资讯而非客观属性的解释一致 这个实验也对多世界框架提出了实证挑战 在多重世界诠释中 每个结果都被认为是同样真实的 发生在不同的宇宙中 但广岛的研究结果表明 不同的结果建设性干涉与破坏性干涉 会对光子内部自由度产生不同的物理效应 此外 超级愈化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古典思维限制的质疑 这表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数学怪现象的负极率密度 在弱侧量条件下可能具有物理意义 长期以来 像负极率密度这样的概念被视为纯理论上的数学怪象 缺乏物理实体对应 但此次实验提供了初步证据 指出在弱侧量条件下 这类非经典行为或许具有真实的可观测的物理效应 理论与实验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 该研究影响涉及量子技术 如果量子态可以透过这种微妙的依赖上下文的相互作用来操纵 未来的量子设备可以利用这种敏感性来优化对量子位元的控制 执行错误校正建立更强大的纠缠态 了解鲤鱼的真正机制可以让工程师更有效地利用量子相干性 而无需使用强力测量 总结而言 广岛大学的研究将量子力学的辩论 从哲学与形上学层面拉回了实验物理的核心 它开启了一条通往可观测 可验证量子现实的路径 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依赖多重宇宙假设的替代思考方向 一个更为统一且精确的宇宙模型 感谢您观赏 本期深入解析 在下一次影片中 我们将探讨量子纠缠与时空结构的潜在联系 敬请期待 如果您对这类以实证科学重新定义现实的议题感兴趣 请记得按赞订阅并分享给同样热爱知识的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把复杂的理论变得清晰易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